台南市新化警分局山上分柱所所长蔡孟书与佐镇分柱所所长黄文斌 昨天深夜在执行联合巡逻情务时 发现一辆白色休旅车违规变换车道 疑似酒驾是一车辆停车受减 在盘查时从车内发现毒品及吸食器 驾驶将信男子见试机败露 以目前因毒品案缓刑 先求请不成突然暴怒企图逃逸 两名所长在逮捕过程中分别手指及膝盖受伤 人全力制服江贤并在支援警力赶道时顺利将人逮捕 警方表示江贤51岁台南南化人 驾驶白色休旅车搭载盘性男子46岁苗栗卓兰人 昨晚深夜11时许从台南佐镇蔡辽要往山上方向行驶 因违规变换车道 身上分驻所所长蔡梦书于佐镇分驻所所长黄文斌 执行联合巡逻轻勿 经过发现示意对方停车受减 警方在盘查时发现红衔有多项毒品千颗 在其同意搜索后 在副驾驶座挡风玻璃下搜获安非他命一扫包 毛重三46公克也在红衔所攜带的鞋背包内 起出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红衔眼见势机败落 先是求警因目前毒品案缓刑中 哀求援警通融放水 在未或同意下突然暴怒企图逃逸 双方在拘捕过程中发生扭打 因江贤身材壮瘦又奋力挣扎 造成蔡梦书双手擦伤流血 黄文斌双小轻微擦伤 两位所长合力制服江贤后 与后续支援的警力江洪 谭二贤顺利逮捕 两人均坦诚犯行不讳 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最嫌疑送台南地见侦办 新化警分局长许方毅表示 山上及左镇地广人稀署偏强地带 远景配置人数有限 平日接仰赖邪情名利协助治安工作维护 本案即是透过二所合作连巡 才能顺利逮捕毒贤 政府宣示反毒需向上溯源 向下淘根 二位所长身先是组主动盘查 可一人车勇于认识负伤 逮捕毒贩 落实防治毒品渗透偏乡 今天特公开提出表扬慰问 台南市新化警分局山上分住所 所长蔡梦书在逮捕毒贤过程手指挂彩 记者吴淑林翻社 分享台南市新化警分局山上分 住所所长蔡梦书 左与左镇分住所所长黄文斌盘查 可一车辆 遭遇毒贤抵抗 奋勇逮捕 记者吴淑林翻社 分享台南市警分局新化派出所 左镇分住所所长黄文斌 膝盖擦伤 记者吴淑林翻社 分享将性嫌犯身材壮硕 在盘查时强力抵抗人被警方制服 记者吴淑林翻社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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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频 未经许可有关 未经许可